谁也没想到,2005年,香港著名三七明星陈松霖被经纪人骗走了所有的钱 身无分文的他抱着几件就衣服流落街头,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就在这时,父亲突然病逝,极度悲伤之下,陈松霖又被查出了卵潮流,终生无法生育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陈松霖患上抑郁症,极度想要自杀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,陈松霖遇到了小他八岁的张朵 张朵参演《情深深与萌萌》正式出道,多年饰演几十部作品,是内地知名演员 面对张朵的追求,陈松霖为了吓跑他,便坦白了自己不能生育的事实 没想到张朵却说自己刚好不想要孩子,张朵因此被骂不负责任 但他什么都没有解释,结婚后,张朵拼命工作赚钱,只为了让陈松霖在家安心养病 直到2016年,陈松霖才含泪说出了真相 其实丈夫很喜欢小孩,但为了保护他的生育,便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 在那个书桌上,我就看到那是一个我的养老计划,就是我们四十年后的 忽然间我就觉得,啊,这个不只是我先生,还还是我恩人 相伴十五年,张朵陪他走过了最艰难的时光 陈松霖说,是张朵的出现,让他死去的人生又活了过来 夫妻之间除了爱情还有恩情,最长久的婚姻不是一时的浪漫,而是相伴一生的一起 家人们,为张朵这样的好男人点赞,关注悠悠,让你知道更多名人故事